欢迎来到听起来很科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君 我是科学人编辑郭玉璞 我是高居士提 好,最近呢 我们的这个科学新闻 科学快讯啊 越来越多就是打破大家世界观的新闻 冬天到了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静电的困扰 可能是你手去摸这个门把的时候被电到 或者是脱毛衣的时候电到 或者是摸猫的时候电到 那从小呢 我们讲到静电都会认为说 这个是摩擦所发生的 但是科学家其实自始至终以来 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摩擦 为什么会产生静电 那这个最新的发现呢 就打破大家过往对于静电的认知 高居士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对 那其实这一个发现我也觉得是 跌破眼镜,我在写这一篇的时候 也真的才发现说 原来科学家一直没搞懂这件事情 但我们这件事情一直用了这么久 那其实就是静电 静电这个东西就是早在 西元前六百多年的时候 那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就已经发现说 这个国中应该都有学过嘛 就是毛皮跟那个琥珀摩擦摩擦摩擦 然后就会产生静电 然后就是什么毛皮是正的 琥珀是负的 那就是呢 其实最近科学家 他还发现说 原来静电的产生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是呢 最近呢 就是西北大学的科学家们呢 他们就发现说 东西在物体在摩擦的时候呢 会发生一个现象 叫做弹性剪切 对那弹性剪切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他的概念上有点像是我们的物体表面 其实本身就会有一些凹凸凸的 一些凹凸不平的部分 那我们在摩擦的时候呢 其实本来前后就会受到不太一样的力 前后就会受到不一样的力 那这一个不一样的力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电荷累积 对所以呢 我们原来静电的 之所以摩擦会生电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前后的电荷累积 然后大量的电荷积累而成 就会变成我们现在 对常常就是怎么走在办公室 被电到这些静电 这个静电是非常特别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集也介绍说 蝴蝶也会利用静电来 这个吸附花粉 达到就是瘦粉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看起来科学家 现在对于静电有多一点点了解 没想到我们一直对这件 日常中的现象就是所知不多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也是非常特别 这个大概国中 大家也都或是高中 应该大家都有学过就是所谓 共架件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分子之间 它会有所谓的共架件 那会有就是不安定的共架件 那它们会形成就是稳定的共架件 那现在呢科学家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叫做单电子共架件 预谱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大概国高中的化学科应该就会有学过 那之所以叫共架件就是他们共同使用了架电子 那以前大家学过那个有机化合物的碳 它有四只手 所以它每一只手就是一个共架件 它会跟另外一个碳或者是氢 共用一个电子 然后两个电子一起去形成共架件 这样他们就可以紧密的就是有个间接就可以连在一起 就是大部分化合物形成 尤其是有机化合物会使用共架件 但是这一个很奇妙就是单电子也可以形成共架件 某方面来说甚至是推翻了这个共架件的文字上的定义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 拿过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鲍林 他就有已经提过理论上单电子共架件是可以存在的 那其实在2013年左右 科学家也在一些其他的材质上面 有做出了单电子共架件并且观测到 那今天这个日本的那个东京大学 岛高拓也教授他们的团队 他们是针对有机化合物 就像我刚刚说的碳跟碳之间的间接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很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让它里面的碳的间接特别的拉长 让他们很容易因为氧化反应而失去一个电子 从而变成一个电子 也可以形成稳定的共架件 他这个甚至还可以在常温下面 以晶体的状况下存在 所以他们还去做了一些X光烙射之类 还有拉曼光谱的分析 然后跟大家确认说我们观测到了 在有机化合物里面也可以形成单电子共架件 那这个可以说是改写了整个化学教科书的一个发展 也许大家以后念书 在学到共架件的时候 就也不能说共架件是两个电子一起形成的 而是单电子也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化学共架件 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所以这个研究也登上了国际的权威期刊 自然 Nature 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突破 今年的一个大事 那讲到这个化学件 这个我们过去就是会在课本上面画 就是学到有一些电子的轨域 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它想象中的轨域的存在 但是现在科学家用了一个新的技术 可以看见这个电子的分布 这个算是第一次拍到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电子轨域的状态吧 这个高级事体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对那刚刚讲到的就是 刚刚讲到共架件是用我们的架电子 那其实架电子这个东西就是在化学上 它就是一个可以决定我们一个元素 对一个物质它的一些化学性质 关键 关键没错就是它的关键 所以其实你只要有办法 有办法去看到说 它架电子到底是怎么样分布的 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去知道说 它在跟其他的物质在作用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像现在的药物的使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它 对那以前可能都学过说 我们电子可能是就是围绕着原子 对那就是学到高中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电子其实它也不是绕着原子在转 它不是绕着原子核在转 而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几率的分布 我们这些小小的粒子 就是它同时是波也是粒子 对那那所以其实在过往呢 要看到架电子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就是以往我们看到的这些 架电子的图案啊什么的 都是理论上推测出来的 这些那个长这样的那些东西 对就都是其实推出来的 对要不然就是用间接的方法去做出来的 那日本这一个团队呢 他们就是利用的日本的一个同步辐射设施 叫做Spring8 对就是用它做了一个X光绕色的实验 然后就第一次把这个架电子的分布用可以看见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那他们也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 那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跟量子力学有一些关系 对就是它发现说这个电子的分布 它并不是连续的 它中间有一些破碎的状况 这个呢接下来就是量子力学的范围了 所以他们观察到的真的就是 不是我们数学上面推出来那个 你说有破碎吗 对会 那个锥形的那些怪怪的形状 大的形状是长得像锥形的理论很接近 对但它中间会有一些区域是破碎的 对它中间有一些地方是碎 对那其实这个也是跟它的理论是符合的 其实是跟理论是符合的 符合的 对因为电子就是几率波嘛 对那这些几率波本身也会有一些干涉 然后有一些建设性干涉破碍性干涉 那有些地方他们的出现几率就变成零 所以那一块就变成破碎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喔这个都是在非常小尺度的情况下所观测到的状态 这个应该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范围 那下一则呢也是一个超乎我们的想象 但是呢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就是东京大学的团队利用石墨打造出一个热能的单行道 也就是热只能从同一个方向单一方向去扩散 那这就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 这个很酷的技术 预谱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对就是东京大学这个团队啊 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现在3C产品 可能手机还是电脑 如果你用太凶玩手游玩的很很久的话 可能就会发热然后过烫的问题 那他们创造了一个东西叫做热二集体 那就像刚刚那个子军讲的 这个热只会往单一个方向去走 它在逆向是会有点像是受到阻碍 它不会往回流 那这一个概念他们其实是运用了一个 100年前的一个结构就是 是科学家特斯拉发明的叫做特斯拉法 那这个原本是拿来疏导水流的构造 对让水流可以就是往单一方向行动 但是它却不能力流回来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他们 是因为发现在这个固态晶体里面 他们有一个准原子 这也跟量子力有点关系叫做生子 这个生子是传递热量的媒介 然后它也是会有震动的性质 在这个固态晶体里面这个生子的运动啊 不会像我们传统的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热能它是往四面辐射扩散 是杂乱武装的 在固态晶体结构里面 生子它会有流体般的性质 所以它就可以适用于这个所谓特斯拉法 可以让它像水流一样被疏导 所以他们用石墨作为材料 做出了一个叫做石墨特斯拉法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可以把热能直往单一方向疏导 他们目前实验是在绝对温度45k 也就是零下负228度的情况下 他们这一个石墨热特斯拉法可以让热能的方向 在特定方向的疏导率会比另外一个方向高15%以上 也就达到了所谓的热整流效果 就是整理那个流 对那他们期待未来这个科技这个技术 可以再继续被突破 可以再去改进 以后也可以用在常温 甚至用在我们3C电脑中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手机快速降温的方法 就是把它放在45k的环境里面 你还要准备好一个这个石墨热特斯拉法 对这看起来不是很好制作的东西 好这太不切实际了 目前我们只能期待在未来可以就是 在我们生活中应用发生这样 讲到热呢之前夏天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应该冷气就会开 几乎是开全天吧 那开冷气的时候呢 你内心又会觉得有一点愧疚感 就是对于北极熊的部分 那北极熊呢它看起来是很特别 可是呢它其实跟另外一种熊 棕熊它的亲缘关系是非常近的 这两个动物摆在一起 让我想到一个卡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熊熊遇见你 就是三只熊 这个棕熊北极熊跟熊猫 在一起然后做一些就是很可爱 又很呛的事情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一部卡通 车远了 那科学家一直都发现说 北极熊跟棕熊亲缘关系很近 但是至于有多近 以及呢即便它们很近 可是外形上面却有这么大的不同 那到底它们在基因上面 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目前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有发现说 其实北极熊跟灰熊它们在七万年前才分家 所以其实呢它们的亲缘关系是非常近 它们是在近期才分化的 但是呢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呢 它们就有在构造跟生理上面有非常大的差异 北极熊它生长在很冷的地方 所以它的皮毛呢 其实是可以有两层的 它可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保温 那另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超能力 就是北极熊的饮食其实含有大量的子类 那你要想就是人类如果摄取很多的高脂食物的话 其实会造成你心血管的疾病 但是呢北极熊却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算是它生理上面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就有发现说 其实北极熊跟中熊的基因有七个不一样的差异 这个差异可能就造成它可以适应 就是很冷的环境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闻快讯 如果你喜欢听起来很科学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